各位奉献秦全的朋友 我们一直说 神不会拒绝我们 对不对 神永远爱我们 以广大的拥抱来包容我们 但是 在马可第九章 最后一段 有讲到一个 最后的拒绝 你可能不相信 会吗 上帝会拒绝我吗 这个最后的拒绝 怎么发生呢 就是在三十八节 到五十节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 虽然属于耶稣 虽然听他的道 却不去行 就说 我管我的 耶稣你讲你的 跟我没有关系 我就喜欢这样做 我不管你怎么说 也是说 小心 他说假如你一个眼睛 叫你犯罪 你宁愿挖出来这个眼睛 而不要将来下地狱 就是永远的拒绝 他说假如你一只手 叫你犯罪 你宁愿砍掉这一只手 也不要叫你将来下地狱 为什么耶稣 讲得这么严格呢 而且他说 不但你自己 你不要连累别人 就是使人跌倒 就是你的生命没有见证 使人因为看到你 而跌倒 说哎呀 那也是基督徒 那叫什么基督徒 那我也不相信 他所信的神 所以我们的信仰 是像一个连锁 你知道吗 你活着耶稣基督的生命 能够感染能归向主 你活着你自己 而莫沙拉 也是对你所有的吩咐 你会连累别人 假如你问自己说 上帝不是说 永远不拒绝我吗 请你去看马太二十五章 同样的道理 什么道理 你只有用嘴巴说 我信主 我受洗 也是说不算 因为你的心 你的行为不符合 所以你真正在主里面 重生就有主的生命 你有了他的生命 没有重生 那就是没有 没有真正有他的生命 没有主 耶稣真正的生命 就跟耶稣没有关系 耶稣不是叫你去做好事 乃是叫你要有 重生的生命 信了耶稣就要有 耶稣的生命 有了耶稣的生命 就要表现耶稣的生命 生活样式 在马太二十四章 甚至说 你从来都不眷顾那些贫穷的 可怜的 下金玉的 没家可归的 你就不去关心他们 然后你说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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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 也是说 我不认识你 离开我去吧 这叫做最后的拒绝 今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神一定不会拒绝我们 只要我们悔改 来到神面前求饶 神一定接纳 当然是到永恒里头 神就有审判 有赏罚 有分别 到那个时候 就分别出来 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 符合吗 你的信仰是出于那新的生命 所活出来的吗 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 很重要的警告 你的一只手 一个眼睛 一只脚 假如叫你跌倒犯罪 你宁愿除去这部分 而不是全体的灵魂下地狱 终究我们有审判 这个审判 就在神的面前 造我们生命与生活的一致性 信了主 就要信了主的行为 一致性 我们就可以接纳主说 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尽来享受为你预备的永福 求圣灵光照我们 非常在意我们在神面前 不要去遇到最后的拒绝 那个时候 上帝不再让你有悔改的机会了 没有 是今天 今天我们无论情况如何 只要我们肯到神的面前 彻底的悔改 彻底的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写下来自己觉得自己需要反省的地方 在今年我们要走的道路 求神保守我们 是一个向着永恒的生命来前进 是认识荣耀的主 来跟他一起生活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邀请这位荣耀的主 基督 Messiah 来一起住 把我们的管理权交给他 我们一起祷告 恩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尝以你宝贝的话语来预备我们的心 使我们可以免去那最后审判台前的拒绝 那个时候再没有拥抱的爱了 那是终局 求主灵命 今天我们愿意追求灵命 也是追求我们跟生命的合一 也追求我们自己的和谐 也追求那生活与信仰一致的生命 求主恩待我们 感谢你 我们在你里面有永远的盼望 感谢你 祝福我们的家庭 活成你的样式 祷告奉旨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